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洛杉矶 我是主持人子萱 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洛市区打杂抢瓶船 科比纪念墙毫发无伤的新闻 传奇球星科比和他的女儿Gigi因为搭乘直升机遇难 悲剧发生以后引发了全世界无数民众自发的悼念 壁画家们也在洛杉矶街头制作了纪念科比的壁画20幅 如今已经成为了洛杉矶市街头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吸引无数民众和球迷参观缅怀 就连此次洛杉矶市发生暴力冲突 似乎也对这位篮球的巨星格外开恩 城市中唯有科比的纪念墙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非裔男子弗洛伊德惨死一事引发各地民众不满抗议 甚至一度在洛杉矶市中心演变成了暴力冲突和骚乱 市中心街头到处都是纵火和掠夺的痕迹 城市的墙面上也被涂鸦上了各种各样的抗议标语 科比的妻子梵妮莎在Instagram上分享了几张洛杉矶街头科比的纪念壁画 并且在文中写道科比和Gigi得救了 因为这些壁画没有受到抗议者的摧毁 从梵妮莎发布的照片中可以看到 科比和女儿Gigi的笑容在如今纷乱的洛杉矶中仍然灿烂 和周围被涂鸦上标语的墙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梵妮莎随后转发的一则贴文中 一位粉丝在洛杉矶拍摄了科比纪念壁画 这位粉丝在文中写道 他们知道科比是禁区 这也凸显出科比在人们心中非比寻常的地位 这位粉丝在文中写道